高雄市热气球升空 今年把可爱变很大 在观光局长高敏林的构思下 派出观光大使高雄雄 为首度亮相的高雄雄造型热气球揭开序幕 不仅如此 推展IP萌经济 以往的热气球 如今也摇身一变为城市吉祥物高雄雄 打造成高达28.3公尺的造型热气球 上午当高雄雄热气球升空时 萌萌可爱的模样立刻吸引民众目光 早晨运动经过的民众纷纷停留拍照 大呼可爱 让高雄雄陪你过中秋 观光局长高敏林强调 推展IP萌经济 高雄不止有超萌的黄色小鸭 今年秋天更特别将高雄市的城市吉祥物高雄雄打造为高达28.3公尺的造型热气球 希望为高雄创造更多话题性 也期盼未来透过高雄雄热气球到世界各地参展 遨游全世界 让海外旅客更加认识台湾高雄造访高雄旅游 24艾越热气球呢就即将在我们高雄的爱河展开 那时间就是这个礼拜的9月14号15号最重要的是今年有特别的造型气球 欢迎市民朋友跟海外旅客一定要在9月445来到我们高雄爱河来看这一个首度亮相升空的高雄造型热气球 今天起围起两天的活动将于9月14、15日下午4点至6点于爱河河畔升空 9月28、29日及10月5、6日 继续在田辽乐世界举行同步开放戏流体验售票 欢迎大家把握机会 邀请家人朋友一起来和超萌巨大的高雄雄拍照 观光局表示两天除了有超吸睛的高雄雄造型热气球展演外 下午3点到晚上9点还有爱河市集活动 现场将有超过30摊以上特色摊位 多样化的美食、手工艺品和创意商品 市集现场也安排歌手表演与拍照打卡送扭蛋的活动 希望游客可以玩得尽兴、吃得开心 而位于爱河旁的爱河贡多拉船也推出预约搭船响八折优惠 白色恋人货柜与爱河走走消费满额送热气球造型挂屎 希望民众把握周末时间来爱河逛逛 我们在越世界厂次是有这个细流体验的服务 那目前都可以透过iBone上网来做这个购票 那希望市民朋友可以赶快抢先赶快订购 iBone就可以买得到了 那这次我们在越世界天导越世界热气球的活动现场呢 我们其实也会搭配一些灯光还有这个可爱的土鸡兽打卡地点 那最重要我们也跟在地的很多的土鸡城 还有相关的商店来做一些连结 那因此呢 大家到了这边 到了这个天寒越世界 除了看热气球 然后搭乘体验之外 也可以到周边来吃在地的美食 那想更多的优惠 观光局温馨提醒 欢迎民众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前往 可搭乘捷运局限制沿城普站或前进站 步行约10至15分钟可到达 2024高雄爱 月热气球下周将遗失田聊月世界 大城热气球从上空俯瞰 有如台版卡帕多奇亚 热气球细流体验详细场次与更多活动资讯 可知高雄旅游网及FB官方粉专查询 让新闻记者陈文平高雄采访报道